消防人人急忙跑向前方起火的公寓 明明外头还下着大雨 但是火势却没有减缓的迹象 经过了十分钟左右才把火势扑灭 但现场却是一片狼藉 包含住户的铁窗以及冲库玻璃 甚至墙面全都掉到马路上 连对面公寓都被波及 新北市新店新民街一间公寓 十四号凌晨四点十四分 四楼突然爆炸 火势也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渐渐蔓延 几乎把整层楼都烧个精光 研判总共烧了二十坪 是因为瓦斯气爆惹的货 起火点就在四楼阳台 住在里头的妇人送一后不治 附近的住户也在一夜惊魂之后 开始清理残破不堪的家园 清晨突然的爆炸造成一死山伤的悲剧 还波及了至少三十户附近住户 而后续的修复工程更是庞大 只能庆幸没有更多伤亡出现 否则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华新闻李明威解明山林志成综合报导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